艾尔登法环黄金树油影池头之母梅蒂尔Boss 卑鄙外乡人法师的陶克打法分枪 这只Boss的位置在马努斯美特大教堂的地下区域 以下是我当时角色和装备的详情 能力值至力99集中力38 生命力35耐力和灵巧15 DLC加持油影树壁护加久 武器如色特的灰石杖加石 护肤魔法师求魔法师快魔力对卸亲爱的星辰 灵耀蓝蜜蜜路迪而带魔力破路迪 骨灰黑刀迪西加持 在进入领域后先释放两个buff 黄金树立士和下玻璃力的时候 召唤黑刀迪西再和蓝路迪圣背平补回FP 向前走引起Boss注意后稍微后退让黑刀冲向敌人 同时自己也闪躲梅蒂尔的雷射攻击 当他开始攻击黑刀后你可以进一步接近对方 喝下灵耀然后不断释放拒绝的刺 这个新魔法的伤害一场恐怖放了7只招就结束了 指头之母内心OS究竟发生什么数 我之前影片有分享拒绝的刺的获取方法 如有兴趣可前往查阅 另外这也是我首次利用黑刀上场打Boss 因为大盾士兵速度慢用黑刀他比较主动去攻击敌人 短时间内可以引起敌人的注意 成功打败指头之母梅蒂尔将可获得42万卢恩和指头之母的追忆 欢迎大家一起来称为 卑鄙的外乡人